为了遏制通货膨胀风险 金融管理局再度收紧货币政策 略微加快新元的升值步伐 金管局今早发表文告宣布 将让新元名义有效汇率略微升值 但是可波动范围和轴心维持不变 金管局说 我国经济今年预计将取得3%至5%的增长 产值缺口预料将略微转正 金管局指出 自去年10月发布货币政策声明以来 我国的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扬 反映了全球和国内因素 由于面对国内外成本压力快速累积 当局调整核心通胀率预测 从去年10月预计的1%至2% 调高到今年的2%至3% 因此金管局决定 提前让新元升值 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金管局一般是在每年的4月和10月 公布货币政策声明